礼拜最后一天 所有任务打卡完成 我们要前往下一站了 那边就是行李打包的 行李超纵购买的地方 退税去 我现在在集外的机场 进机场的安检之前 就要到这边的自住的一个机器 来进行退税 这里是集外的三号航站楼 还有工作人员他会帮助你 在他的帮助下会更快 而且基本上只要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但是他建议我们呢 在直接之前交接来退税 因为他要隔查每一样物品 准备好你的单据 他帮你完成所有的程序 检查你的物品 就等待前退到你的卡里面 所以时间是5-10天 工作日 5-10个工作日 迪拉姆转人民币 只能退到信用卡上 没有现金 就在这片绿色的自住柜台就可以了 大家希望不要忘记哦 先退税再值机 我要去免税店了 刚刚走到一半 我觉得退税的数字不对 我又回来问他 因为少了很多 小了接近90迪拉姆 也就是160 170块钱吧 然后呢 他告诉我原来计算的基础不是那样的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手机 它是1000块钱 那我原来以为1000块钱退税5% 那就应该是50块钱 但是呢 他不是按照1000块钱作为计税基础的 他用1000块钱乘以0.85 再乘以0.05 才是我退税的价格 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是政府要收的税 政府的税是不能退的 那这样子说来哦 我就不是特别特别建议 在那个礼拜莫买 那前历史年会争别 还是去那个Union的 另线的下一站 有一个Square 这边就相当于一个 散户的手机市场 我在那里买的大箱 也是一个装修很好的店面 它直接按照推税5% 给我打折 折线 然后又把零头给我抹掉 只要不开收集就可以 天地市还要给现金 所以 去商场买 真的是这个85追 要被坑一道 我还是建议 去散户市场 逃一逃 它是真的便宜 去看一下迪拜机场 T3的免税店 我其实就想买一条烟 其他的也没想买 穷油穷油 不是凡尔赛油 真的是穷油 其实免税店 倒不是看它大不大 滑不滑利 只要是看价格实不实惠 你看普通经常那个小货柜台 回来的时候 价格好得不行 你看土耳其机场那么 华丽的内饰 这个价格高得离谱 对吧 我现在已经走了 它免税店的内裤 我来看它的烟 它这个万宝路的豹珠 三盒三十包是275迪拉 下面是十包的 十包是104迪拉姆 刚算了一下187 18块7一包 这个三十包的是16块4一包 我竟然看到茅台了 这里 我不懂酒 这里好几个茅台 但是话这个时间的茅台 就是1512迪拉 差不多2700块人民币左右 贵还是便宜啊 我还看到这个摩根船长 一身的 135元人民币 还有我最爱的百逆甜酒 两个口味 169元人民币 一身的 我还看到黑方的大服销 差不多是人民币510块钱左右 三瓶一身年 然后这个double black 三瓶也才640块钱人民币左右 是便宜的对吧 最后就买了十包这个豹珠 104里拉 186块钱人民币 我现在又来跟他们的化妆品 免税店了 看到了我最爱的夜幕之源灵之水 虽然我现在路上不能带这么重的 但是也问了一下价格 两瓶200毫升的是236皮拉姆 大概是425块钱人民币左右 212块钱人民币的一瓶 我好像觉得不便宜 我记得我在普通免税店的时候 好像两瓶也才300多吧 就算下来一瓶大概200块钱不到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不划算 我又看到了我最爱的 比奥的香水套装 这真我的小鞋我很喜欢 还有花样小姐的小套我也很喜欢 这两个都是218皮拉姆 这块人民币平均393块钱左右 比普通机场的免税价格 打完95之后还要便宜20块钱 所以这个是很划算的在这边 我路过了SK2的神仙鞋的大红瓶套装 289.45美元折合人民币1901左右 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刚刚说迪奥的真我系列和甜心小姐系列的小套是我以前的最爱 最近是迷上了竹马龙 上次本来想送给朋友的 后来觉得那个味道更适合女性 然后就留着自己用了 就竹马龙的味道有一种 一开始闻上去觉得很普通 但是用久了以后就觉得它的塑料特别的舒适 不是那种特别皱皱的香水味 就感觉整个人会很放松 我再去看一下他们的价格 我的竹马龙香水快用完了 我之前买的是一个小套1000多 那我本来想买买小套的没有小套 那我只能选我原来套中最喜欢的这一个 它的香氛系列的 这边是30毫升230迪拉姆 410块钱人民币左右 这名员给我推荐了竹马龙最出名的蓝风铃 其实我以前的套中里面有蓝风铃的 但是我印象不是很深 但它这价格真的是4445毫升 一日上打完95折还要便宜150 让我纠结一下 问一下我手上的中调再决定 我发现了我就喜欢那种前卫的中后调 但是其实蓝风铃的中后调还是蛮优雅的 我被价格打败了 并比中国便宜了这么多 所以我还是喜欢蓝风铃 我看到大江了 调了一下mini的价格 1709迪拉姆 比外面商场的是要贵的 UPS 1429迪拉姆 也超贵 我才买成930迪拉姆 那这里的东西就不值得看了 这迪拜机场的电子产品 性价比不高 大家可以不用浪费时间了